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普通数组的所以只能是数字 而观念数组的所以可以是自负创 而我们的这个awk就本身支持的数组就是那种 观念数组那种类型 所以就不用去体现什么定义什么东西啊 用就小 好看一下 这里呢我们来看 数组 username 加加i 这加加i就是数组的一个所以嘛 是不是所以 加加i和i加加是有区别的 你看啊 他怎么这个怎么定义的 同样数组我们要知道是他怎么去定义 还有怎么去什么 便利 好 大家看到这里 我们这个例子 将哪个值付给数组的元素啊 将哪个字段 $1 付给usernam几 usernam几 usernam是不是数组的名字 而加加i那个是数组的所以是吧 那加加i呢 所以都有打印第几个 打印usernam1 那如果打印0呢 没有 为什么没有 因为加加i是先加再负值 先运算负值 所以结果表达应该是1 开始 因此呢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使用什么 1 是root 我现在没有便利啊 我只是打印的是第一个元素是吧 那如果说是 i++呢 那么1就不是root了 0才是什么 root 没有吗 哎 看到没有各位 这是数组的什么 复值 我们将谁 谁复值了 将某一个字段 复制给了数组 然后所以呢 就使用了i++ 或者++i进行往上累加 是不是 最后我们在add的时候 那这个数组最后 是不是把每一行读完以后 是变成了一个数组的一个变量 里面有好的用户 对不对 user0 useruser2 是不同的用户 最后我们做一个打印 但是有同学说 这个强调这个是想说明什么 不想说明什么 想说明的是 i++和++i是不同的 有区别 没有吗 能听懂吗 各位 i++就是从几开始 1开始 不是说错了 说的和写话的不一样 i++是从0开始 ++i是从什么 1开始 就是说这个重要吗 不重要 为什么不重要 因为我们要想对数组进行变利 那你们想的是 就是说到底应该是从0开始变利 还是从什么 1开始变利呢 对 因为我们不是说都可以 那有可能就会少变利一个 知道吗 那人家本来是从0开始 结果你从几开始变利 1你就少拉了一个兄弟 对不对 但是我想说的是 我们压根 在前面讲shout的时候 就明确告诉你 不按照个数变利 按照所以变利 看了吗 换那照这么讲的话 i++和++i 没什么区别 你看这个例子呢 是想告诉你一下 你看 i++ x++ 几开始 0开始 所以你看下面的便利的时候 在结束的时候 4i 4这个 4循环 i等于什么 0 i小于什么 x x什么东西 x是不是最后 那个 那个 个数是吧 x 最后的一个个数 所以 x++ 对不对 小1等于x 打印wi 最后打印什么 所以 打印那个 这个 数组的对应的 相应的一个什么 相应的元素 没错 这种方法 我都已经滑掉了 这个方法 你看 是小于x 还是小于等于x 结果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如果是x++ 那就是小于x 因为这个数字最后就可能会大一点 看到吗 如果加加x呢 那加加那个 如果是i++的话 那就小于 如果是什么 加加i呢 那就小于等于 这个大家可以试一下 但这种方法 我们讲过 不要用 好吧 你压根都可以不用它 你只要知道有这么一个东西就行 那我们用的是什么 索引的方式 来再看一下下面的例子 你看 无论是x++和i++ 你们来观察一下整个结果 好 未来演示呢 我们不要使用这个长的password的文件 使用一个 你自己结的一个 两三行的一个password文件 好吧 好 我们整个两三行 head 杠什么 2 edcpassword 传给password 好吧 现在password里面是不是就 就两行 那怎么来怎么来这个 做呢 行处理 行处理 行处理里面 数组的负值 user 然后 比如说 i++ 将谁付给他 $1 最后呢 在结束的时候 我们来干嘛 便利 好吧 说便利啊 便利的方式 用的是for 这个跟上面就不一样了 上面那个是一个数字 而我现在不是for i in 但你可以不用i 行 你可以用一个别的识 比如说 那你在前面的最好就换一个啊 我们大家最好不要混淆 好吧 for i in in什么 数组名 看到红色给标出来了吗 这种写法过记此呢 数组名 叫user 是不是 那最后我问一下 这个i里面保存的是什么 注意这里呢 注意一下啊 注意i变量啊 就是变量 变量i不是值 是i 是什么呢 所以 就是所以 就是这个下标 看到吗 这种写法是固定的 它不断 这个是不是数组的名字啊 i里面就是所以 就是那个所谓的下标 然后 当然这边呢 写的时候呢 是这样写的 是要写到一个 我们原来 是不是也写过这个for循环 原来我们在那个 是要当中写的 是不是也是for i in什么什么 我们有个变量 但这里的变量是谁呢 是数组变量 那记住i里面是什么东西 所以 数组的所以 是不是就能依次拿到每一个所以 好 最后呢 怎么做呢 打印 这个i是什么 再问一遍 加分号吗 还是加多号 分号多号的区别是什么 这个i 这两个都是由谁打印的 print 分号的话 那是第二条命令 知道吗 那你要加分号的话 你就 那就换行了 而且还要加print 看了吗 看 那问一下 那如果我前面换成叫什么 加加j呢 无所谓 我们要的还是root和b 对不对 大不了什么 你要是 这加加 所以是不是就0和1 加加j呢 所以是什么 12 无所谓 反正我们要编离完就可以了 因此 请大家记住 这种写法是什么 是绝对的固定的一种写法 我们要统计谁 这里到 这里还没有没有这个 对 $1 这个 这倒没有统计 啊 倒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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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 这只是没有没有做什么统计 只是把$1 付给了一个 user 什么 这样一个锁引 是吧 然后做一个便利 便利的方法 请记住是什么 for 给我们标准的shel一样 for iInUser 后面打印 你叫什么 锁引 打不打印锁引无所谓 反正是便利的时候要打印 数组和锁引对应的值 是不是 OK 这个我们是将 将我们$1 这样一个 也就是用户名这一列是吧 然后整个把保存到数组当中去的 然后最后呢我们做了一个数组的一个便利 对不对 便利的时候我们用到的循环 是负循环 那这里特别要记住 或者再次提醒各位的是 iInUser 这个i这个变量是可以自定义 是吧 那user呢 这块呢 是数组的名字 那最后我们这个i 它里面的值 取到的值是什么 是锁引 好吧 记住是锁引啊 锁引可能是01 也可能是12 是锁引 所以我们按照锁引进行便利 不允许各位 或者说不建议大家按照这个什么方式 数组的这个元素的个数便利 而是按照锁引便利 i变量里面保存的是数组的锁引 记住了 好 那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这个我们的一些awk的一些基本练习 基本的练习啊 大家可曾记得我们之前写过统计edc password当中的这个shel的数量 和它的类型什么的 各种shel的类型的数量 还记得吗 但是那个脚本好像写的 比较长吧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脚本 看 是哪个脚本里面的 grap一下 shel 我记得有一个shel 是吧 嗯 就叫做countershel 这是当时我们写的那个shel脚本 嗯 你看好复杂的地方在哪呢 首先我们用的wile循环 第一定义了一个关联数组 是吧 因为我们知道shel是不支持 默认是定义的数组 是不是那个关联数组 是常规的普通数组 它的锁引只是数字 整数 是不是 而我们定义了一个关联数组 我们使用 重力像的方式 来对wile进行一个重力像 然后把password文件中整个重力像给它 使用这种最经典的readline的方式 来干嘛 堵入堵入行吧 然后去切出来哪一列 切出来哪一列 是不是最后一列 然后复制给它type 说到type的话呢 有同学上次问我说 怎么颜色是这种 这种颜色 其实我们大家很清楚 type本身是一条指令吧 是用来判断文件类型的吧 所以你你你起的名字最好和指令不要冲突 在这里冲突也没关系 因为它只是一个变量 它不是一个 我们没有用它来作为一个命令啊 然后 我们把要统计的对象 也就是那个最后那一列 然后作为数族的什么 所以 然后来做一个累加 看到吗 let shells 数族名字 后面加上所以来做了一个累加 最后统计出了这个结果是吧 来再运行一下这个命令吧 我们统计的是什么东西啊 每一种shell出现的多少次是吧 这个脚本 没问题 它说 sbin下的这个lologate 出现45次 那个那个出现的各多少次是吧 好没问题 但是大家看到 现在我们只要使用一条 非常简单的什么 AWK的一条脚本 一个脚本 或一条语序 实现的和它一样的效果 注意到了吗 这怎么做的呢 把你要统计的那个对象 作为 不是一个常规的数族复制啊 把你要统计的那个对象 作为数族的 所以 看到吗 作为所以 好 那我们试想一下 首先 处理到第一行的时候 它可能是 sbinologin 对吧 那这边就是什么 sbinologin 是不是加1 然后处理到第二行的时候 如果又碰到这么一个东西呢 那再加1 那如果处理到第三行的时候 出现一个s1c呢 那是s1c加1 看到吗 那么整个行处理 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数族的复制 是不是这样子 行处理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把你要统计 这里的思想就是 把你要统计的那个对象 你想统计啥 就把什么 就把它作为数族的 所以 明白吗 好 然后呢 做一个加加 那这里不用不用什么light 也不用什么那个 Dollar符 什么符号 人家就直接加加就可以 最后呢 整个这个行处理 完成的就是这样一个统计 数族的一个复制 那最后我们怎么做 标准的这个做法 还记得吗 这是标准做 标准做法 for i in shells shells是数族的名字吧 i是什么 i是我们所以 什么东西具体一点 可能是这个 是吧 第一次读的可能是这个 可能是这个 也可能是 是不是这个 然后呢 我们最后 循环的时候 一旦能够 从这里面能够取出值 当然这里面的值 是不是有限的 所以是不是也就 12345种类型 好 一次取出来 那么取出来fuck i 那打印i i是什么 i是不是就是这个锁引 然后shells i呢 这是它对应的 累加的那个值 看到吗 所以你会发现 你用了好长一堆shell的脚本 最后awk一条搞定 这尴尬不尴尬 是吧 那按照这个方法一样 我们在前面写了好多 那个用数组的方式去统计东西 下面呢 我们全换成什么awk 来我们统计一下网站访问的实时状态的一些状态的一些东西 各位我这里说的状态是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状态啊 我这里说的状态 如果你不懂的话就有问题啊 这是我们TCP 整个连接的状态 三次握手 四次挥手 还有中间的一些状态 是不是 好 那怎么统计呢 light state ant 我为什么统计t 因为我对u不感兴趣啊 TCP嘛 是吧 然后过滤除80 这个大家都懂 看啊 这里呢 为了照顾到老人和新人的习惯 我分别用了ss和什么light state 如果说你是一个老前辈 那你这边用light state好吧 如果说你是个新人呢 那就用ss 当然这边也应该用ant或者什么是吧 好没关系 看 light state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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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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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这个负值负啥呢 状态你找一个谁哪一列作为 $NF 加加 完事了 看到吗 最后怎么办 for 先给我写这个先写格式啊 for IE Status 然后最后打印 I 打印 看到那么贵 所以一条一条命令就可以搞定一切 所以你不要去写那个该词的什么 是要脚本吧 好了 我配合一下再访问一下我的网站看看 还有很多人配合啊 不错啊 啊 怎么使越下越少 访问一下我的网站 这懒人这是 好行啊 好 listen有一个是吧 SY resell 什么SY resell 什么意思 就是他给我发起了握手 我呢 给他 回了一个SY ACK 他还没有给我第三次的确认 那我处在这个状态 是不是 什么叫time wait 这样明天明天我问什么叫time wait 答不上来 或者讲不明白的人 你明天上午站着上 好吧 我是专门讲time wait 讲过 好吧 那块 还有time wait 的调用那块是不是讲过 对啊 还有几个参数 还有那种没用的调法和有用的调法是不是讲过 没用的我指的是大大大大伙都认为的那种调法啊 好 明白吗 好 这就是那个一条命令搞定 那 下面这个有什么区别 没有什么区别 下面这个只是为了做一个做一个排序 你看 你看现在 哦 这个统计的是什么 状态吧 就打印一下 然后做一个排序 哪个有多少个 哪个多少个 都看懂吗各位 这后面 sort是排序的 -k k k2 按得几列排序 n按什么排 那如果加个r呢 逆序 是不是逆序的方式 反过来逆序 你要问我逆序到底是升序还是降序 那到底加r是升序还是降序 如果说你不知道 那就说明你没有用过 是吧 你平时天天在用 那你肯定知道该加该不加r吧 好 这是关于我们的这个什么 来的state 那ss呢 各位看清楚这里 不一样 好吧 nf是最后一列 但是呢 ss是什么 ss grep 然后 好 好习惯还是养成的 是吧 80 看到了 他第几列 第二列 注意到了吗 不一样 当然了 有什么在第三列 有什么在最后一列 也不是最后一列 倒数第二列 这是什么 来访问我的人吧 说访问我的客户端 访问我的客户端 是不是在 最后一列 好 那这里由于这个 屏幕这个大小的原因 所以他 现在创行了是吧 所以呢 这个我们 这个怎么弄 还是一样 再写一遍看 第二列是吗 好 教你们写 是awk 然后 行处理 然后 最后打印 便利 行处理干嘛 Status $几 tool 然后 加加 完了吧 然后 for i 不对 应该是这样写 是吧 少了罢了 我们都不知道 in 然后 print i 都号 i 好了 现在目前就这个情况 别法问了 就这么着吧 好吧 我们能看到listen一个 time wait 六个 是不是这样的吧 好 所以这个可以实时看啊 实时是什么意思 就是实时的意思嘛 这随时看嘛 能听到吗 各位